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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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经过在社会上挣扎挫折和打滚之后 米奇已经成为全国最红的体育专栏作家 他每日忙于看球 寄稿 上电视 上电台 和投资股票 赚钱多到自己都数不完 直到有一天 他在深夜转发电视频 突然见到他的老师麦瑞 出现在最出名的美国广播公司的夜线节目 打出的标题是 教授最后一堂课 他自己的死亡 麦瑞在镜头面前 展示他自己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点 显得热情阳日 他说 当他知道死期章子的时候 他自问 我要和大多数人一样 从这个世界退出 还是好好地活着呢 他决定至少尝试好好地生活下去 以他想要的方式 带着尊严 带着勇气 带着幽默 带着冷静 他说 有时候早上醒了的时候 他会哭过不停 为自己而伤心 有些早上 他就忌憤怒而不甘 这种情况不会很久 他会起床地说 我要活下去 米奇和麦瑞取得联系 以及飞了一千多公里 从底特律到波士顿 麦瑞的家去谈访他 经过重新接触和谈话之后 米奇决定 每星期二 去麦瑞家一次 和他闲谈 起先 就是谈世界 谈生命 后来 麦瑞要求米奇列出 他要问的问题 由他作 垂死前的回答 这些问题包括 死亡 恐惧 衰老 贪婪 婚姻 家庭 社会 寬恕 有意义的生命 米奇录了音 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中译本的书名 最后十四堂 升旗二的课 谈话中充满智慧 和动人的意念 首牵手做个读书人 首牵手做个读书人 制作 陈彦宏 麦瑞在和米奇的谈话当中 主要贯穿着几个线索 一 是以爱心 奉献 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来对抗美国这种竞争 追逐名利 花时间去报导 种种无聊的新闻文化 米奇在大学受教于麦瑞的时候 曾经厌护这些事情 但是入了社会之后 全力投入大众文化 推波助澜 而自己就享受他的成果 二 是麦瑞和他自己 越来越坏的身体挣扎 以及他诚实地看到自己 在死亡面前的脆弱和悲哀 他承认自己对人生 眷恋不舍 但是他争夺这些情绪的束缚 展现出动设人生之后的清明和安静 并且一直带着幽默感 三 是麦瑞一个垂死的智慧老人 如何去看世界 生命 死亡 婚姻等等的问题 这里所合的智慧 不是活得好好的人 所曾经想过的 这个第三部分的内容 我觉得最有价值 比如说他在电视 看到波斯尼亚的战争 和人民的苦难 他就感同身受地下来 他为何要关心这些呢 反正他自己都快来死了 事情的发展他是看不到的 但是正因为死亡 他对其他人的死亡 才感同身受 因为死亡 让所有人变得平等 麦瑞强调 只要你学会死亡 你就学会活着 因为准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 但没有人将这件事当真 没有人真的相信自己会死 我们大家都在梦游 我们事实上没有完全体验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是半睡半醒 做着自己以为非做不可的事 但是当你了解自己就快要死了 你看事情就会不同 就会将一切的偽装脱了 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 因此 学会如何死亡 就学会如何生活 这是我几年前看的一本书 至今不忘 首牵手做过讀书人 一分钟阅读 主持 李怡 制作 陈彦宏 中国作家吴阳碧 过去几年 用写历史故事的筆法 写了六大本五千年大故事 分为 《遥迅春秋》 《战国百家》 《秦汉一桶山河》 《三国六朝》 《唐宋盛衰》 《名称近世》 六大本书每本三四百页 从遥迅时代一直写到《辛亥革命》 到第六本 《名称近世之卷末》 它就标明五千年大故事传闻完了 而且在后期当中说 它已经达到预定的段落 在长长的时光隧道走出来了 但想不到最近它耳右未尽 又出了第七本 这第七本就是《近百年波图》 和名称近世略有重叠 但是更详细地写 晚清的阳武运动 以至《辛亥革命》后的奔佛混战 最后是《北伐战争》 《国共分裂》 《第一次大围剿》 就写到1930年结束 以后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 《国共内战》 《中华民共和国》成立 以及以后的发展 会不会再写一本 就不知道 不过涉及现代的资料 不是更加容易 而是更加难 《五千年大故事》 虽然是厚厚七本 但是很容易读 因为它不像过去历史书 要你看一堆人名 地名 朝代名 还有很难记得的年号 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 将历史上发生的事 一个个故事写下来 如果你每日读二、三十页 这样很容易 就将《中国五千名的历史》都读完了 首牵手做个读书人 《一分钟阅读》 主持李怡 製作陈彦彤 吴阳碧的五千年大故事的取材 相当广泛 它不同一般的正史 它记得是被认为可靠的历史 它不同于一般正史 所记得只是认为可靠的历史 朝代年号人事等等 似乎都有根据 但是这样写就很沉悶 而且历代收史的 本朝写本朝的历史 多数是煲多于扁 本朝写上一朝的历史 就是扁多于煲 所以未必准确 五千年代故事的主要依据自然就是正史 但是它亦都参考了 流行已久的一些历史小说 例如《三国演义》 《东周列国志》 这两部都是比较有事实根据 而其他一些 互惠历史的小说作者的发挥 吴阳碧就不会采用了 再下来的就是历史流传的笔记 尤其是名称笔记 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和生活的场面 吴阳碧亦都会顺手练来 以增加它大故事的可读性 作者写故事 不会时时在行文当中发议论 但是在压卷的近代百年波涛的后句当中 它就写了 它说没有矛盾的世界 是不会有的 一个有万般矛盾 然而终于能够按真正的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的社会 是新的文明的社会 当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游长 地域广大 人口和民族众多 生活水平悬殊的国家 亦都真是能够以充分的民主精神运作起来的时候 那就是五千年大故事当中最美最美的图画了 这是作者贯穿传书的主节 首牵手做个读书人 作者贯穿传书人 作者贯穿传书人 leer 主编 联网 终于 这种 文字 终于 读书的